10月15日晚上星期四的鳄鱼谈 香港人的 attention 应该今天也是专注了下去 肥猪王、猪头炳、习近平 在这个深圳特区建设40周年的慶祝会里面 就是讲这些演广 听听他究竟讲些什么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香港 又或者我们香港未来的发展 会不会被深圳的development take over 或者我们的角色会不会被边缘化 这个特区政府的全家产林宁月娥 也带上一众香港的高官 不想这个施政报告都放下不够你 听在这个杂猪头有什么东西的分事 在这个演说里面 看看香港里面可以参与到什么东西的角色 又或者听完之后 回来乱乱想将他的施政报告重做 看看怎样配合国家配合中央 对深圳的期望 而香港有什么东西的贡献 总之香港人的福祉 就全部都是不用理 发展深圳就是林郑月娥 要帮助习近平做的使命 我们见到那些杂猪头的香港的高官 就在那里坐在那里 吵你这么动都不敢动 跟着就是突出 吵你这么半边市乎坐在那里 张邓必恭必敬 听一只老杂在那里讲话的时候 就在那里剔笔记抄转屎 仿佛一世人就很想学习 上学昨天的演说 就可以让他们重温 上校园的那种滋味 总之几十岁人做出那种奴才相 做出那种窩囊相 简直就令人不堪入目 因为他们那些五家产 就在那里自我矮化自己 自我矮化自己 当然其他人就不能跟狗里去客气了 别人就一定当你臭死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这种流财对人住屌 老杂必恭必敬 他就紧来看你香港 不能是那回事了 所以在昨天的这个社征评 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五十几分钟一个小时左右 那六千字的演说的时候 你听完之后 背脊就凉了一大截了 我不知道 昨天这个 陈日圣董杰华出席的时候 他会不会一路听 他一路就在那里流汗 一路在那里想着 香港这样搞法 又说好了的国家好 就香港好的 香港好的国家又好的 听完之后 变成了 深圳好就香港不够好 因为整个演说里面 当然将来深圳的发展 香港已经不能是会有什么 特别大的这些角色去roll play 总之你就是要听听话 那环顾昨天在出席的 屌里露尾的一些 香港人有几个熟悉的面孔 当然 就是感染了这一块的屌里露尾的口罩之后 就认识了有几个 但是真正出席的演说的大MASA 就真的不够多了 有几个确认 因为它的确认他就要爱国的商人回应商 这条那样的嘴里就在这里 但会说到 整个深圳里边这个炎田港 都有李嘉诚有份的 那用了 为什么 李嘉诚就算年纪大不来? 那些李氏公子怎么不来呢? 非常简单 不要派人叫你 架 穆 过桥抽板 你以前的贡献是以前的事 将来是怎样关你构事 这样就很少香港人去参与 好了 我也都见到林郑月娥在台上 也是被编研发坐得很强强的 当然这些摆位这些出席的香港人 也都是要看下配合你的演讲 究竟香港是什么位置了 在这个六千多字里面 这个习近平头二千字 其实是在讲深圳的发展史 就是这个老杂港股 老杂港股如果是讲深圳的发展史 大家都会期待 应该香港会讲很多这些历史里面的 参与责任的角色 但原来不可能是 在二千字里面 其实只是提醒过你香港一次这么大把 仿佛香港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开放改革 深圳的建设里面 完全都不跟它关锋的事 重要的事情是要讲三次 但是习近平说了七次这么多 就是要讲到越港澳大湾区是中国重要发展的战略 越港澳大湾区是中国重要发展的战略 越港澳大湾区是中国重要发展的战略 但是跟着就是会因为重大的发展战略 就是赋予了深圳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历史使命 我讲完这么多次 大家明不明它讲什么东西 听完这些字每个都知道 大家在一起就不知道它讲究什么东西 但是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只知道一样东西就是说 深圳就是在整件事里面 将来的一个龙头角色 其他的什么东西 澳门啊香港就靠偏站 再讲完这句话 就是说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促进内地与香港澳门的融合发展 那也都是不知道怎样去可以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他不会教你做 因为他所谓的东西都是假大空 但是你听到这句话就是 促进内地与香港澳门的融合发展 融合之两个字就是吃够了你 就是你进来就没想到出去 你不会有什么的角色里面 你只不过是屌里面整堆准确贯彻里面 你融合了里面的屌里面 你什么其中一个是死准确贯的 主角就是这个深圳 说得非常清楚 说得都非常之白正 好了 对回在以前的这些中国国家主席下来 深圳里面庆祝他成立几十周年也好 什么周年也好 上一次在三十周年的时候 胡锦涛就是来过深圳去发表演说 当时的香港的角色 这些角色仍然是非常之重要的 胡锦涛就是说了 就是要加强香港与大陆里面的一些合作和交流 但是今次的合作交流就是变了去融合 你也知道到 时矣势力十年之后的时间 香港就变了什么样的地位了 也都是着物不多 如果沦为佩国 沦为Kat-Effek 矣势力矮化了香港 或者淡化了香港的角色 我稍后会和大家说说 当然香港在深圳的发展里面 并不是这么差劲 完全没有贡献到 就像习近平所说的那样 因为共产党是最能力的了 你有威的东西 他完全用完即器 利用完你之后 就是吵到你叫拜拜 下次再见过你 这样子 所以习近平这一个 也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特性 就是欣张仇报 无常忘恩负义 你过去的付出 你过去的贡献 就视作一个用完的condom 用完就积构器 不会再吊到你 有什么东西的 知恩淘报的东西 会在这里面 就会答谢你了 总之香港已经是明日黄花 在今次这个演说 演完讲之后 大家都可以死忍了一条心 就是吊到你 明白到香港的角色 在中共的眼中里面 就已经是江河日下的了 那么好了 这一个的香港 DV老美 过去这40年 已经做过什么东西的呢 其实香港和深圳的经济发展阶段 可以分三个faces来讲的 大家都要记得 我们最早期 就是林敏聪买星宝牌计算机的时候 表妹幸好你识货 买这个星宝牌计算机给我 如果不然是我换电也换到手眼 那个时期就是最早的改革 改革开放的时期 也是第一阶段 香港就变成一个产品市场 不移 将一些产品卖了上深圳 去到80年的中年代的中期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 港芯里面的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 我想很多的老友 究竟你爸爸曾经可能开过厂 赚了钱送你去外国读书 或者你也曾经从事生产的大军 香港的很多的生产行业都全部执勾了 搬着厂去不移 搬着厂去不移的时候 香港的生产力就开始越来越色微了 也将这个生产基地搬上大陆了 第三阶段就是这个服务业的不移 香港人民也习惯了去北上去消费了 大家都知不知道 其实这个邓小平曾经有说过 很希望去搞一个改革开放的时候 如果这个中国有多几个香港 就真的不得了 换句话说他也是很想看重香港 觉得 中国里面如果可以做到几个香港出来 整个国家的局势就会不等同 当然邓小平仍然很有希望 就是希望中国人可以建立到一个香港 但是很可惜 外国人做得到的 中国人都是永远做不到 甚至现在老习说到什么 这个 深圳的四十年里面做出来的这个成绩 是很多的国家要花一百年都做不到 这次他所做的就是完全是一个奇迹 但是当然我希望提醒这个习非近平 你所说的现在口中的这个深圳奇迹 其实也是香港人帮你做了一个奇迹出来的 怎样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香港人 帮这个深圳引进了很多的资金 技术 现代化的这些发展的理念 经营的方式 和管理的理念 当中是有很多我们香港开埠以来 累积了的香港智慧 令到这个中国执现成有鸡精斑 有一些无私奉献的猛炳 按钩的爱国者 无私地把我们累积的经验 技术 人才投入到你这个改革开放的发展里面 你没有想到香港 你想想其他一些国家 大家会不会这么狠狠狠去无私 去帮你 让你省了这么多力量 减少你走的冤枉路 没有人找狠狠 你没有人老狠 你老狠 就好像你现在去的一带一路国家里面 找狠第三世界国家人 笨狠狠 是香港人 你老狠 就是你老狠 立起这个三袖 和你老狠 真正正去实干 只可以令到你的开革开放 就走得这么想快 大家都记得 霍英东 首先就是走进去投资这个白天俄宾馆 当时这个白天俄宾馆 就是令到中国里面的人了解 什么叫做西方的资本主义 甚至这个霍英东先生 都不能阻止其他那些满脚牛屎 大陆人进去这个白天俄宾馆 总之任何人都可以进这个白天俄宾馆里面 要解一下 何谓一间的酒店 去到这个八十年代之前 很多的财务 法律的专业服务 已经是逐渐去北上 也有很多的不论同的专场 也是北上去这个大陆里面 contribute他们的贡献 有什么东西的业务呢 有这个法律业 会计师 工程师 城市规划师 全部北上去深圳 当然 原来包括了一条狼样 你和我都很认识的 就是 梁匪振英 689 689 当然以这个测量师的身份 不上去投入这个贡献 当那时候 如果你问回689 当他在罗湖过关的时候 那群的官员还按钩钩 问梁先生 你究竟从事什么东西的行业 梁振英的小狼样子就告诉他 我是測量师 以为很自豪 很可惜 但是 那些人 完全不认识 都不认识 什么叫做测量师 测量师是什么东东 不认识 所以在他的职业栏目里 写了工人两个字 你问回梁振英 究竟这件事是坚还是流 那你就知道 不认识 不认识 这个大陆当年 仍然不认识 不认识 如果不认识 有这么多的专场 会计 城市规划 法律 工程 工程 上去 根本就不会帮忙 在1980年之前 定下了深圳城市规划 模式出来 而深圳城市规划 模式出来之后 整体 在这个 中国的沿岸 这些城市 就照着这个模式 不停地去发展 包括上海 OK 换句话说 就是 所有大陆里面的 城市设计规范 香港是绝对 是帮手 帮它起舞 帮它 就是量身订造 帮它是怎样去设计 而跟着 之后的东西 全是历史 而香港 亦都协助这个 全家产 中国 了解什么 叫做股票制度 什么 叫做 国企 怎么可以上市 第一只 在香港上市的 国企 股票 就是 零一六八的 青岛啤酒 如果不是 香港 帮你那些 全家产上市 现在这些人仍然混沟在中国里面 你老尾 香港 引入去大陆的资金 有六七成那么多 甚至利用我们香港的服务业 亦发展了他们的 你老尾 他们的优势 例如深圳里面所说的所谓的什么 前海合作发展金融现代化的业务 在2013年里面 只有五千多间公司 现在去到2018年 已经有十七万多的公司 在这个前海里面 就是成立了 年均增长差不多到100% 99.5% 所以我想请问 习非近平 这个 深圳的建设 刚才我所说的 是不能是事实 我所说的 是不能是历史 为什么你在屌尾尾尾 整个事情里面 说得香港这么小 说得香港屌尾尾尾尾 完全好像仿佛是没有参与过 这个建设里面 当然 他当然是有他自己的个人目的 香港过去几年 过去几年 令人到习近平的头条 行动过他的春代 香港也很厉害 他这个政治 香港现在的情况 都是令人到他好不不听话 他不愿意受教 深圳市委里面的一个要员 一个负责人 但是过去没有什么领导人 是说他老爸的名字 所以他也是怀恨在心 所以在这次里面 怎样都会追捧他老爸的过往功绩 但是同时见到习非近平开始有咳嗽 抹嘴和喝水 当然全世界鸭雀无声的时候 突然之间听到那些咳嗽声 大家都会觉得很银意 对他的健康有一些不同的猜测 现在深圳的GDP又说过你香港 又说一谋之类 将来深圳变成大湾区的发展里面的龙头 一个引擎 当然其中有一句话 我想香港很多人听完之后 都要引以为家 这个就是习近平怎样说呢 就是吸引更多的香港港澳青少年 回大陆 学习就业生活 促进越港青少年的广泛交往 全面交流 深度交融 和增强对中国的向心力 其实这句话你听完之后 背脚都在流汗了 即是他告诉大家 你帮香港的死年轻 过去你在这儿搞搞阵 就是丢你 搞这么多次这些抗争的活动 香港的政治局面对北京 已经变了一个威胁 所以现在 我搞这个内循环 我现在这样的行法 你也就跟着 也也就死开 也也就快点走路 要么你就多点回大陆 向我们学习 认低威 找东西做 融入大湾区 做一个中国人 否则你就静低低 就走回香港里面 欧臭 发毛 再不论是 如果你在香港里面留下 搞抗争 我们有国安法 就打到你 老板就是猪兜 所以换句话说 你要么是join us 做一个中国人 头哒哒 不用指意有什么 领导的位置 去配合我们 跟着去跟着去做 全家产死 要么你就静低低 翻到香港里面 动都不太好动 这么弱寒线 不要搞那么多干真的东西 有一口饭你吃 起头你就不要想的了 再不论是 但是如果你真是想进入抗争 国安法就会收够你 要么你就移民 就是走路 这样说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香港 会不会 就是会死呢 大陆这一个 所以所打的 这个如意算盘 究竟 深圳可不可以取代了香港 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呢 很明显 习近平就是不相信我们香港 亦都知能得到香港 有这个国际的不同的国家的洗礼 是吧 别人看着 如果继续这样 就变了这个中国春代 就不让他自己拿爆之前 被人拆住 他没有能够发围 他必须要找回一个新的 这个金融中心去取代香港的位置 所以今次深圳 在未来的发展里面 就是绝对要做这一件事了 那香港为什么他成为 这个国际金融中心 我想习近平到现在为止 他还是不想明白 就是当然 我也不想去解释给他听了 香港成为这个国际金融中心 当然是有很多东西 只有一件事就是 货币流通 完整的法治 全家产 你深圳你到现在还没有 就怎样可以做了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呢 说明国际 就是大家觉得来这个地方玩就很舒服 服务又欣勤 服务效率又好 整体的环境一样就舒服 才来这个投资 扔钱来玩的 试问你深圳就做不了 做得到 扔钱来玩的 好多东西 不仅是扔钱来玩的 叫个口号 就是代表你得的 是吧 扔钱来玩的 现在你今次来来 慶祝这个 扑你个街 深圳发展40周年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没扔了香港 你就是深圳退化40周年 走回回来 还原基本步 去回40年前的深圳的样子 是怎样说 没扔了香港 你觉得你扔钱来玩的 你的深圳是真真正正的 可以是做得到你所说的 级国际金融中心 走开 想都别想了 傻子 整班傻子 所以香港的年轻人 就好像林郑月娥所说 对你中国 痴之以鼻 对你 你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你不超一顾 就是不想 痴住你台戏 多多香港的年轻人 现在要回来大陆 表现你不要查身份证 你不要拉入房里面 你不要问话 看你手机 过你的东西出来 看看你没有参与抗争运动 你还叫香港人回来 你不要跟你一起认 你是不是傻子了 他没有死子过 走得业 马上走得快 好世界 全家产 十二个香港的年轻人 经过你大陆的水域 被你捉够了 现在到现在 都没有一个公平的审判 你所有做的东西出来 都是吓阻香港的年轻人 你叫香港的年轻人 召与建设祖国 你还叫 现在其他的外资 其他的外国 进来你深圳里面去投资 你看看香港 无私那样 帮你们建设了这么多年 现在的下场是怎样 捏爆自己的春代 打压我们香港人 矮化我们的贡献 抹去我们的 吓阳里面过往的这些努力 说都不能说下 即是换架就说 你就是过桥抽板 欣张仇报 吓你老母 忘恩负疑 也叫人进来吓阳里面来投资 就是吓阳里面叫人死的 叫香港年轻人上来不上 调定发展 未想被他们查过 未想被他们打压过 你都昂贵的 杀昂的 死了个肥猪头 所以看完这样的说 说真的 可以断定的就是 他一定不会再参与我们香港 香港永远都是继续 如果中国不调忙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没谈云行 一定是调你这么大谎的了 所以不谈事 上去不上参与的机遇的发展 这四十年已经说了给你听 这一个的命运就会是怎样的 如果不调改变 将来香港继续按钩投入 都是扔钱落海 射精落水的 没谈用镜花水月的东西 应该要划清界线 跟他们那样的谎 千万不要谈过分的参与 否则就大谎了 寄予所有的香港人 看清楚这条路 忽不上是一件按钩的一个做法 剩下来的 可能真的要想一下 在香港里面我们的定位 继续下去是怎样去 在一个狹窄的空间里面的生存 又或者是真的要想一下 屌尿尾是否真的要移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唯独真是希望 当中国这个内循环都搞不定 美国继续的制裁 捏揽爆习近平之后 得到一个新的景象 否则也很难有一个新的 屌尿尾的新的一页 让我们继续走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